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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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在会说明我们从OA系统 如何去整合我们的Gira议题的部分 那我们过去面临的问题是 两年前NOS决定EOS的情况 那我们决定开发自己的一个OA表单系统 那这个系统主要是记录整个变管 以及我们的上线的流程的记录 会统一汇整在这个表单上 那我们过去在IT在做专案的时候 我们其实导入了RayMind去帮助我们进行开发的议题 以及测试的缺陷等追踪 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流程的管理 那过去这两个表单 其实各自为政 所以各自表单都有自己的资讯不全的一个问题所在 那也没有办法整合 那过去在上线 在整个专案上线解案之后 其实我们为了要去因应金管会 要去集合我们的某一套系统 那这时候我们要提供相对应的一些 集合所需要的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汇整出金管会所要的一些内容 那人工资讯的汇整就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在重建OA的情况下 我们去整合了GRA的系统 透过OA去整合我们的GRA的议题 能够让我们的OA表单也能够记录到GRA 相对应的一些开发生命周期的一些记录 那使得我们的版控资讯 或者是我们的上线的一些作业流程 通通也可以整合在表单上面 那GRA的议题类型我们主要分为 从Requirement进行出发 那包含开发跟测试相关的 开发的部分包含BoxStory SITRelease UITRelease HotFist跟Epic的版本 那以及测试相关的包含TestCase TestPlan TestReport Defeat以及Test 这几个项目进行一个维度的设计 那我们所有的议题都从Requirement开始出发 那我们将开发的需求以及工作项目 跟测试进行一个勾基 那BA如果有需求的情况下 他就会开立这个单据 那我们就会进行变更的记录 以及工作项目的更动 或者是测试执行的追踪 这样子 那在Requirement的单据汇整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通过Requirement可以看到每一个版本的开发 以及它相对应的需求是属于有哪些 那以及它相对应产生的TestCase 也可以进行汇整 那再从测试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需求的来源 它拥有哪些测试案例 以及这些测试案例相对应产生的问题 有哪些都可以一不了然的看到 那在分析的部分 那我们过去所面临的问题是 各个团队在管理他们的BA所提出来的需求文件 或者是他们在系统开发的时候 所撰写的系统分析文件或设计文件 他们的管理方式都是很不一致的 那有的团队在使用SharePoint 那有的团队是希望有板控功能而使用SVN 那以至于造成各种各个团队他们管理方式不一样 以至于文件都非常非常的零散 那在过去文件讨论上面 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或者是沟通管道 能够让BA跟SA他们针对在需求上面的认知不一致 能够有一个平台进行一个沟通 或者是这些沟通记录的方式 那接下来在会议纪录这部分 我们在跟厂商进行Cowork的时候 其实很需要去常常去记录一些在会议上面的决议 或者是一些代办事项的一些追踪 其实很需要进行一个流程 那这些记录其实很容易可以帮我们去管理到厂商的一些开发进度 那这部分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管道进行一个开发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转换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把Conference进行应用 所以我们就使用Conference的一个文件版本的一个管理的功能 我们就透过归档区的一个建立 让整个我们的SA或SD文件或者是我们的BA文件 统一归档到一个专案管理的文件的一个space下 进行统一的管理 那在内容讨论的部分 我们也在Conference上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内容 可以进行一个tag的方式进行问题讨论 那包含他们在文件上面的某一个段落 认为需要进行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会进行tag 那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在tag上面进行一些讨论 那这些记录也都会记录在Conference上面 那接下来针对这些议题 那有一些议题可能是需要长期进行追踪的 那他有可能转开成开发的议题 或者是另外的议题进行一个管理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建立议题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开发单的追踪书上面 我们也可以去清真一些议题进行管理 那这些议题也会连结到当初这一份需求文件所在的来源 所以我们就可以勾集这一份文件 或者是这一段这个文 我们的这一个议题 这个开发需求 到底是来自于SA文件的哪一段段落 进行管理 那这样子的overall的结果 其实我们也塑造出了一个 KMSIST的一个建立 那也包含在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些开发的issue 或者是在SA或SD或者是BA 他们在撰写文件上面提出的一些议题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像StakeOffflow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是使用Questions for Conference Plugin 去进行一个StakeOffflow的一个建立 那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一个议题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也做到了记录的模板化 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会议记录的部分 我们也制定了像资讯处的一个统一的会议记录的规范 也包含像我们的Coreview的会议记录的一个模板 那也有相当的一些开发文件的一个模板等等 那这些模板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管理我们的会议记录 能够快速产生这些会议记录的格式 那大家都会根据这个格式进行撰写 那以达到统一的管理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建构开发的一个部分 那建构开发过去所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各个阶段开发的资讯 都是透过人工的方式进行更新 那更新的表单就是我们过世约的NOS单 他们的变更管理单跟系统上线单 这部分都是用人工的方式进行更新 以至于人为错误或者是撰写出现错误的事情存出不穷 那为了避免人为错误的一再发生 我们也串联借由Jenkins的CICD导入 那也不仅缩短的一个Build跟Deploy的耗时 也将资讯完整同步到GRR的开发议题中 那此外我们借由GRR的议题的流程 与各个CICD去串联 使得CICD相关资讯毫无遗漏的 汇整在GRR上 使得每次的变更都有迹可循 无所遁惜 那这是我们的开发变更的流程 那我们在新的OA开发表单上面 我们新增的需求速报单 也包含变更管理单跟执行工作单 那这部分的转开的单据 其实相应的都会帮我们在巨大的EU上面 去开立我们的Requirement Issue 那RAM会透过这个Requirement Issue 去建立自己的一个反控 例如7月版或8月版 那它可能是一个微运版本 那它也有可能是开发的版本 那EPIC里面就会包含很多的Story 那这些Story就是PM跟SA所创建的一个开发议题 然后也根据一个工作细项会进行分配 给不同的PG进行程式码的开发 那相应的开发这些议题之后 它会根据在流程上面的一个流程 它会在根据流程上面的一个转换 它就会开立相应的Fature Branch PG就可以根据这个Fature Branch 去取得这个Fature Branch进行开发 那相应的把程式码推到相应的Fature Branch之后 那由Release Management 我们这里所谓的过板人员 会进行规划他们的SIT 测试 那SIT测试 就会经过SIT Release这个议题的一个流程 那测试过程中 就会产生相应的一些低费或者是Bug 那这些也会 会纳入这些EPIC的一个版本之中 那经过SIT测试之后 RM就会规划UAT测试 那就会产生UAT Release这个议题 那测试完成之后 就会进行程式上版 那就会进入程式过板单 去开理程式过板单 进行运营的上限 那我们整个程式码的变更历程 都会自动的留言在我们的GR的议题上 那我们这里一个Story 其实就等于一个开发需求 那这个单据相应的分支资讯 也会显示在右边 包含它目前开发人员 它开发完成的FITPER Brunch是哪一条 也包含它目前已经集成到了SIT 的哪一个版本 或者是UAT的哪一个版本 那我们的流程之中也串联了 我们的版控工具 当我们进行程式码的开发 开发完成后 我们相应的推到FITPER Brunch之后 那为了要进行SIT测试 我们就会进行Merge Request的一个发送 那这时候我们在流程之中 会有开发人员去发去透过流程的方式 然后会指定自己的Core Review的人员是谁 那它就会相应的在透过API的方式 串联到Gilab或是我们的Azure Devils 那当GiRA出发后 它其实就会透过GiLAB或Azure Devils 进行审核合并请求 那当审核人员它审核完毕后 那它就会发一个Webhook给我们的GiRA 那GiRA这时候就会进行流程的一个前进 那我们在GiRA的Essue 将我们的变更流程统一了之后 我们也串联我们的CiCD工具 那CiCD工具是为了帮我们做Ci相关的一个程式码的集成扫描 那来看我们的程式码品质 到底是不是符合预期 所以当我们程式码Build 或者是我们会进行一些套件的扫描 也就会在Ci的这个阶段进行一个测试 那我们各个环境都会有不同的流水线 不同的Priprime进行CiCD流程 那所经过的每一个 所要查看的每一个QualityGate都是不一样的 那后面我们会说明一下我们QualityGate是怎么使用 那所以我们的程式码品质可以看到 下面很多的一个Label 就会打在我们的GiRA的Essue上 那这是作为他们前进到下一个阶段 从SIT到Release 或者是从Release 从SIT到UAT 从UAT到Production 每一个QualityGate的关卡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了各种品质管控 从需求阶段 开发阶段 那它会进行单元测试 那也包含程式码的集成扫描 或者是程式码的品质扫描 那通过之后它就会经过SIT的测试阶段 那包含它会去跑我们的自动化流水线的集成部署 以及程式码的品质扫描 套件跟成品的安全扫描 或者是自动化回归测试验证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UAT的集成测试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差异上本的需求 或者是User要去选择它到底要上哪些UAT需求 进行集成测试 那接下来它就会进入Staging Staging就会开始进入准上线阶段 那准上线阶段确认没问题之后 它就会进入上线阶段 那上线单就会有上线单 上线就会有上线单 那也包含营运的部署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说明 我们整个流程都是透过QualityGate的Label 会去制定每一种扫描的一个通过标准 以至于让每一个环境 都是通过这些Quality 进行扫描之后 进行确认之后 才能promote到下一个environment里面 所以我们整个QualityGate的流程 都会一直跟在Label进行串联 那PASS后才可以往下进行 那接下来说明是测试管理的部分 那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各个团队 他们在测试案例的撰写上面 或者是测试结果的记录上面 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格 那有的团队会使用eSale 进行测试案例的撰写 有的团队他会把他们的测试结果写在word上 有的团队会用测试记录单 我们的测试记录单 有checkbox的一个功能 去把它用条列式的去把它撰写出来 然后再进行Gaution 所以测试记录上面 其实非常的混乱 也没有一定的格式 那在测试记录单的设计上面 其实也都是free format 那以至于现在我们过去的手动的测试 非常耗时也没有效率 那手动会整的部分 因为各个团队也有不同的测试结果的风格 那为了要让一个大型专案 或者是让长官去看到整个overall 不同的专案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用手动的方式 进行汇整这些测试结果 所以我们就导入了一个测试 资讯的一个统整的作业 那我就加入测试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每个系统 他们的测试方法 那测试环境 或者是测试资料 测试报告 通通有不一样的格式 有的是使用API 有的是使用Web 那环境 也有不同的环境 包含SID UAT 那测试资料 有的是CSV 有的是DB 那各种系统 有400套系统 就有400套不同的 400套不同的风格 那就是我们下面 刚刚所说明的 我们有的是用eCell 进行撰写 那有的是使用测试记录单 上面会有一些简合项目 用ChatBus进行勾选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Sylus RT 这个具有的一个Plugin Test Management and QA in GER 那它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测试方法的一个统一流程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表单 进行一个勾选 或者是填选 那在测试环境的部分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归类 那测试资料 也可以把它统一汇整在句话上面 那最后的报告 也可以进行汇整 那整个测试管理 Sylus RT提供了不同的功能 包含需求管理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需求 这个一个需求 它测试的案例的一个覆盖率有多少 那需求的需求集 需求所产生出来的缺陷有哪些 那测试案例管理的部分 它提供测试案例集 你可以汇整各个不同专案的测试案例 也包含你可以进行PR的贿赂 那在测试执行的一个部分 它可以让你制定一个测试计划 去确立你的测试范围 以及确立你的测试周期 那也可以进行工作量的预测 那测试周期也可以帮你进行任务的分配 或状态的追踪 那测试执行的部分 你可以根据你的测试计划 所排列的一个测试执行的状况 它可以进行一个结果的回报 以及测试的说明 那最后你在整个测试执行中间 你所产生出来的缺陷 也可以进行一个开立单据的一个回报 那最后 把这些相定的测试结果 填写在这个测试的一个 执行上面的单据上 你就可以看到统一的一个测试报表 那也会根据不同的维度 以及你刚刚所选的测试范围 跟测试周期 会有不同的一个维度的一个 报告可以砍生线 那这是我们整个测试流程 那我们都是透过BA跟QA去撰写测试案例 以及产生这些相应的test case 那BA跟QA去产生这些测试案例之后 就会创建测试计划 当我们要进行SIT或者是UAT测试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建立他们的test plan 那每个test plan都有相应的周期 以及他们所测试的时间 包含他们的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 那测试执行出现的相应的低费单 只会在测试执行中去相应的被开例 那这些低费单被开例之后 他们就会透过流程去分派给不同的PG 或者是SA进行一个问题分析的部分 那有可能是测试工具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测试流程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当初文件撰写上面 开发文件上面撰写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他真的是一个bug 他必须要给开发人员进行一个修改 等等 那PM想要整个了解整个测试里面的结果 或者是进行分析 他就可以透过test report 这样子一个的流程 去取得他相应的test report 那透过测试案例集 我们可以汇整各个不同的专案 摆group的方式 去呈现整个每一个专案 他到底有哪些测试案例 那在测试案例集的内容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个测试案例集 都有不同的test case 那test case 也可以摆模组去做几个切割 那因应相对应的这些测试案例 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测试计划 这个测试计划 可能是我们在进行SID测试 或进行UAT测试 或者我们在进行压力测试 通通可以把这些测试案例 加入到这些测试计划中 再产生测试周期 再执行这些测试 那 当你把这相应的一些结果 回报到在这个测试案例的执行上面 就可以相应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有了测试管理之后 我们还是碰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那Agile跟Device 带来我们发布速度的提升 叠代速度也相对于快速 但是新的功能测试会变得更加频繁 我们所需要的测试能力 也就更多了 那叠代速度的提升 品质问题并没有相应的提升 那改ATOB的问题 反而日期严重 带来测试资料的一个浪费 那其实我们的测试方法很多 有Web 有API 有Kafka 有不同种各式各样的测试方法 那我们急需要导入一个快速的一个方式 透过模板的方式进行导入 那这样才可以让每个测试的方法 都可以涵盖在每个桩案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快速的一个导入方式 所以我们引路的自动化回归测试 跟自动化的一个测试模板 所以我们加入了自动化测试 所以我们就开始设计我们的自动化测试框架 我们加入了资源申请的流程 以及权限的审核 那包含我们在测试流水线 测试流水线刚刚的Pipeline 里面 去加入了一个排程调度的功能 那相应的测试资料 我们也整合了GRA 去进行一个汇整 那最后我们也去结合了一些 告警的功能 包含我们去创接测试 那在测试申请的部分 我们加入了申请 自动化测试的申请单 各个团队会相应的把他们的测试 所需要的资源 把它撰写在这里 包含他们的测试案例的板空位置 或者是他的测试环境是在哪个环境 把相应的这些测试资讯 告诉我们 那我们整个自动化测试回归 为了是要达到去解决 因为当我们 ADRA的或DEVOS的 迭代速度加快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不断的跟版的问题 那不断的跟版 就会有不断的新的版本出现 那这时候测试人员 他们如果 拿到一个改A错B的一个 程式版本 那这时候他们就会 干在那边没有办法进行测试 那为了去 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耗费 所以我们就导入了自动化回归测试 当我们在SIT 要交付给UAT User进行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会导入自动化回归测试 那我们去结合Jenkins的CI 去自动化创建一个Test Plan 这个Test Plan 里面就会去相应 根据这一次可能 新增的需求 所修改的程式码的内容 它相应所带来的一些 塞移费 可能会在哪些案例发生 它就会把它进行一个 规纳 规纳完之后 它会把它加入这个Test Plan 这个Test Plan 就会产生Test Cycle 那相应的产生Test Cycle 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自动化测试 那这些自动化测试 有包含UI的测试 跟API的测试 它就会透过我们的Jenkins 去执行这些自动化测试 执行完成后 会透过API的方式 就是回报在TestCase的执行上面 那这些TestCase 也就会Return到Test Plan 那最后就会透过TestPort 可以去当PM取得 那整个报表的维度 有包含这些 所以上面呢 其实提供一个很 很不错的 不同维度的一个测试报告 包含你可以看到你的测试中期的报告 你的需求的涵盖率的报告等等 所以根据这些测试执行的一个预览的报告 你可以看到你的 这一次周期到底PASS的多少个 Fail的多少个 你可以根据不同模组不同维度 来去看你的测试案例 它到底PASS的跟执行状况是如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Demo 那这是我们去结合Jenkins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应用场景其实是 我们当我们的城市开发人员 他们在各个不同的Future Branch 进行开发 接下来要进入SIT集成后 我们就会触发一次这样子的一个Pipeline 那我们会透过表单直接 汇整表单上面的一些资讯 那这些资讯就会透过API的方式去触发这个Jenkins 这个Jenkins就开始跑它的回归流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它会去自动相应的去产生 回去把相应的专案的一个测试脚本 进行Clone Clone完成后 它会去产生相应的GR的issue 它会去create一个新的issue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产生出相应的一个新的testplan 这个新的testplan可能就是会根据 这一次我们新增的功能 它可能会影响的过去的测试案例有哪些 我们就会把它自动的新增在这边 那它会想产生相应的测试周期 这个测试周期就会涵盖 刚刚我们所加入的一些测试案例 那这些测试案例就会根据我们刚刚跑的自动化的一个Jmeter的一个脚本 跑的完成之后 它就会回馈这些结果到我们的测试案例上 那除此之外 我们使用Jmeter以外 我们其实也使用 我们的web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也去串联我们的Selene Grid 去透过Selene Grid 去自动分派我们的测试的一个driver 包含它去去连接我们的行列的一些其他的一个web系统 会进行自动化的测试 同样的结果它也会汇整到同样的一个测试周期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涌下看 这是我们测试 在测试案 测试案例执行的一个环境 我们都做了一些资源的控管 包含我们这个测试环境 其实会给不同的专案进行使用 所以我们为了要避免每个团队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资源监控 那其中我们在各个团队 他们的测试案例在执行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出AP的LOG 那这些APLOG 我们会透过Fluentd去搭配野力search 去把它收集到野力search去 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工具 去让 透过Kibana 可以让他们去查询 他们过去在 这个Script中 产生出来的LOG 去查询他们 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点 在执行上面出现的问题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资源监控的功能 在每个测试环境里面 我们就都做了资源监控 所以包含我们的J-Meet的工具 它的执行环境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神明天Grid 它的执行环境 我们都去串联普洪米秀斯 进行这些测试资源的监控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 微运事件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过去面临的问题是 是我们的事件单跟事故单据 都是透过人工进行开立 那这些人工开立的事件单 都是透过Free4Mate的方式 进行一个撰写 那我们的营运事件 其实与我们的营运上面的监控 其实是脱钩的 那这些问题就带来 我们的这些监控工具 其实是没有办法 及时的反馈这些事件 给我们的相对应的 呃 违运人员 那这些异常的知识啊 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些事件 单据的时候 所记录下来的一个测试方法 也没有固定统一的方式 也没有有一定的一个流程 跟SOP进行处理 所以是造成这些知识 是没有办法进行传承 那或者是提供 相应的新的一些 违运人员进入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一个内容 进行一个过去问题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我们就导入了 Cloud Servic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这样的一个理念 CSMO 那它的主要的理念 其实是透过监控工具的Dashboard 去节约我们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工具 包括我们的Ansible Tower 那当我们这些监控工具 在反映一些是 营运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会根据等级 或者是根据 是不是Routine的工作 所产生出来的事件 来决定它是不是 要进行即时的反应 如果是它就会发出Event 透过这些Ansible的工具 会直接进行这些Routine的工作的一个解决 那如果不是 它就会去串联我们的一个GR的issue 那它就会产生一些事件单 或者是问题单 那相应的事件单跟问题单 都有自己的一个level 那它会相应的把它提供我们的SIE 这些SIE 会透过这些表单的流程 去确定一下这些表单 去透过这些表单的问题的分析 去确定它到底是不是需要AP的进行协助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SIE 那如果需要共同协助的 它就会协调这些资源进行共同协助 那它也会根据它们事件的一个重大的程度 来进行通报 或者是追踪跟协调的一个作业 那如果不用它可以自行处理事件处理的话 它们就会让这些事故 进行一个结案的动作 那这些结案的一些单据 它们就会绘整成一个统一的格式 那这些统一的格式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事件 它到底要记录了哪些重要的资讯下来 我们会把它绘整在一起 那呈现在Conference上 那这些Conference的内容 就成为我们的KM的一个SOP的一个搜寻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事故单的内容 它的问题类型就叫ISTEN 那它可以根据事故的分类来源 或者是影响程度 整齐程度来进行一个分类 那也包含它可以撰写不同样的内容格式 这边我们就不赘述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事故单进行流程化 那这些事故会根据它们分类 以及它们的问题的分析 接下来会产生会给相应的比如说SRE 或者是SME进行处理 那根据事故的不同的等级 会给不同的事故主管进行签合 那主管签合结案后 它就会会等这些相应的这些处理的结果 到我们刚刚讲的KM 系统里面 那这些产生出来的KM 就可以提供新的一个维运人员在加入的时候 他们也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来看看有没有过去曾经处理过 同样的一个营运事件 那进行一个处理 透过SOB进行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 我们在刚刚讲的整个 overall SDLC 的生命周期之中 我们如何去追踪 我们的一个需求的开发进度 或者是我们的专案的一个进度 那我们过去面临的问题 这些业务的需求或者是专案 其实进度其实是没有办法追踪的 每个PM他们有自己的一个 专案管理的一个方式 那他们都是透过不同的WBS工具 进行一个管理 所以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统整给主管 看整个overall 整个大型专案的一个处理进度的时候 都要透过人工进行汇整 那这些开发流程其实也不够透明 那表单资讯也都是透过人工进行汇整 那评估的报告也都维度和不一 我们要如何看出一个状态是否健康 其实也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透过Confluence这个工具 去帮我们透过 我们把Confluence 当作我们的一个Dashboard 去把它做一个管理跟追踪 那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维度 包含需求管理的部分 文件管理的部分 开发追踪的部分 测试管理的部分 包含我们的SIT UAT 测试 违规跟效能测试 违规跟事件管理 包含我们的事故单 OE 并管单等等的单据 我们都会弄成一个Dashboard 汇整在这个一个 每个专案的一个 这个Space 里面 所以我们使用Customer GR Chart for Conference 这样子的一个Plugging 去帮我们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专案的管理的一个 维度的一个报表 那包含你可以看到 它在每个阶段目前的 因打比例 或者是十打比例 那它的议题产生的数量 那以及它需求开发的一个 案例的部分 那以及它可以看到一个 专案的一个议题 它目前呈现的一个 呃 各自的状态是什么 那呈现是绿色的状况 就代表它的 专案的健康度 其实是算正常的 那红色的部分 跟橘色的部分过多 那其实就是他们的人力 其实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投入 那针对 建构开发的部分 其实除了自己 专案的开发议题以外 其实你要关注的 其实是你更 更多的是 其他周边的系统的一些议题 所以你必须关注 把它汇整在这边 进行统一的观看 也包含你们 在测试过程中 产生出来的一些测试的低费 你必须要在这边处理 那我们其实各个专案 我们都使用WBS的Game Chart 他们会用Game Suite for Jira 这个Plug-In 我们会使用这样一个简易的一个 干特图 让PM可以去撰写他们的WBS的一个人 的处理议题 那会根据这些议题 他们其实会就要到人的身上 所以每个人身上会有哪些Task 他都会一览无疑的把它显示在这边 那就帮你呈现出了一个干特图 那这个干特图 其实也可以看到每个人力资源 他们目前的消耗状况 以及他们的Loading 那根据缺陷以及凑重的处理 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缺陷的等级 以及严重程度进行分类 那通常HIGH跟Critical的部分 我们都需要极度的急需快速解决 那以及测试执行的一个进度 跟缺陷的追踪 那每个环境 都会根据不同的维度进行一个查看 包含我们的测试通过率 测试的进度的执行率 那以及它已经完成的一个测试案例 那以及它的测试的成功率等等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报表进行查看 包含每一RUN所产生的一个低费的开立数量 以及它的自动化测试的低费数量 等等的严重程度 通常会等在这个统一的报表里面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透过利用跟我联络 没问题 谢谢 非常感谢郑道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 平常在我们台湾会是在整个Fintech的技术 数位金融里面走在这么前面的一间银行 因为他们有如此严谨的软体工程的一个结构 以及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设计内容 我们去支持他们的整个开发流程 当然 但其实刚才在正道的讲述里面 仔细听的小伙伴可以发现 他到底跨了多少个管理维度 requirement 需求管理 测试管理 程式码分支管理 程式码分支策略 程式码那个code quality的 get的管理 deployment KM知识分享 以及corporation OK 我们的requirement跟corporation的think 的management 这么多的内容跟报表 OK 我们要再整合在一个系统里面 这是何等庞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 所以对于刚才我们正道的一个support跟内容 我想请大家给正道 虽然他目前仍在线上 没有听到远端观众你的掌声 请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掌声 谢谢 那 虽然正道现在呢 并没有再连线进来 可是呢 刚才有一个 线上观众的问题 有一个线上观众的问题呢 非常值得我们来进行讨论 那我们把它列了出来 并且也在线上询问正道 他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我们用把这个问题分享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并且 让正道 让我来为正道做一个文字的回答 OK 因为 这一题问题出来的时候 我跟正道都觉得非常的棒 就是当初在导入Fintech DayOps时 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OK 在正道的回答里面呢 有两个点 非常值得大家去做省思 我想也是 可能这边不管是有金融界的朋友 IT 或者是传产 或者是IC Design House 或者是电子业 都一样 当我们要把我们RD Site 又或者把我们开发这件事情 进入DayOps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到的挑战 第一个一定像刚才一样 界面熟悉或工具熟悉 所谓界面熟悉跟工具熟悉呢 往往带来的背后就是 使用单位过去的历程 正道这边提到第一件事情 金融业的包袱啊 往往比其他产业来得更大 尤其是在座有很多金融产业的朋友 只要听到核心系统转换 那几乎是全台湾所有的行顾 都在做这件事情 OK 过去所有的一个开发 跟沉重的这些内容 以及它的营运团队 其实大不相同 OK 因为台湾金融界发展得早 所以非常多的开发工具以及历程 有各自的习惯 所以当他们在制定这个 Dateups 的一个流程的时候 如何找出一个弹性的模板 可以符合各个单位 其实是第一个大的Big Challenge 而第二个大的Big Challenge 就像刚才我所秀的 诶 我习惯用PowerPoint 刚才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Google Slice 马上就有我的同人 帮我打Pass 右上方投影片播放 But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的投影片播放 就是对应不到那个位置 如此简单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Big Challenge 所以在正道的回答里面 他回答到一件事情 诶 当时他们在做运维的时候 会关系到非常多的团队 比如说AP开发 team 跟运维团队 两边所关注的事情就不一样 AP开发 team 他们使用Jenkins 他们要做快速迭代的 SIT的Integration OK UAT的Integration的一个整合 可是对于运维团队呢 他根本就看不懂 什么是Jenkins的Pipeline的一个脚本 这个对他来说他也觉得不重要 但是他们要负责Delivery 他们使用的是其他的工具 这时候怎么去Merge 两边的想法 也变成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到后来正道他 采用的一个方案是 他让开发团队 继续使用他们习惯的工具 而他们的运维团队 继续使用他们习惯的CD的工具 How possible OK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 在Mention给大家的一个重大主题 也就是Open DevOps Atlasian Cloud 在我们的GR Software上面 他之所以敢说Open DevOps 就是他在这些跨工具的整合的Integration上 提供高度的 不管是Trust 也就是认证 又或者是Link Application Link 上面的弹性 所以他可以变成是 把CI跟CD工具切分 并且资讯通通回写回 我们的GR Ticket 我希望这边可以 藉由我们的这一个问题 OK 藉由我们的这一题问题 来让线上 以及现场的很多的贵宾 去看到如果我们要去发展一个 DayOps的一个Total Solution 像刚才我们说过 以正道的一个叙述里面 玉山的正道几乎是超人 他跨了六到七个领域 把他全部打成一个 Streaming 的一个Pipeline 整合在一起 OK 当我们一开始投入这么一个 深四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最容易的就是Planning 完全难缠 因为各单位都讨论不出来 所以要以Divide Conquer的方式 分批切断 把核心的Workflow流程系统 先规划出来 逐一开始扩建 从Core Repository Core Scan 以及我们的CI CD 到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 Auto Testament OK 以及Test Management 像是所谓的 需求覆盖率的一个处理 好 讲到这边我来回答最后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Lion 刚才 玉山的Gira跟Conference 也跟我们家的差太多了吧 告诉我那些报表是哪里来的 是的 其实这些的报表跟这些的空间 都是分属在非常多的一个Parking 当然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 IT人员Survey 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如果各位有这部分需求 请在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请尽数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完全降低大家 在Survey上面的成本 把Best Practice的菜 多选项的端给各位 好的 那我们再次感谢郑道 为我们带来非常完整的DevOps的一个Solution